因为议会打算在举光公园盖义镇大楼引起轩然大坡 最后在民众的反对声让之下而取消 而在举光公园规划共农市公园的计划也将展开 目前养工所办理 童言无忌共农市游戏场的工作坊 邀请地区大小朋友共同参加 希望透过工作坊的举办 让共农市公园可以更符合乡亲的需求 养工所以工作坊的形式办理 透过和民众的互动跟建议 了解符合民众所需求的共农市公园 参与的民众表示 共农市公园可以让连长者 大小朋友还有生长者都能参与同乐 而地区多数的游乐措施都是罐头游戏 期盼可以有多一点新的构思 可以来符合民众需求 溜滑梯啊 当秋千 草皮 然后 还有什么 你喜欢玩什么 共农 就是大小孩跟小小孩都可以一起玩 对啊 然后 我不知道 会比较丰富吗 可是我觉得有的共农的区域变得 范围变小 因为它设施多 我觉得它玩的范围会变得 就是游戏变得很小 但是范围可能东西变得多样化啦 就是友好友话 因为家里有大小跟小孩的时候 你也很难去平衡做到好还是不好 那共农公园的话 我想得到的就是 它能够大人小朋友 然后甚至它是有障碍的 身体比较没有那么合适做一些运动的人 它也都可以参与 那如果可以的话 如果能够让老人参与 那就是更棒的一个东西 我们可以从网路上 可以看到一些范例啦 因为有些国外的 甚至是 他是 比如说 他是坐轮椅的爸爸 他带着正常的小朋友 他们可以一起玩 因为一般来讲 在台湾来讲 有时候其实很难去看到 这样的一个情景啦 因为有障碍的一个 一个大人 甚至小朋友 有时候你真的要他玩在一起 真的很困难 所以能够让他们可以一起合作 然后有 他是一个有社群的 有一些沟通的 那其实对一些有障碍的人来讲 他也会更开心 我们目前就先看看 这个工作坊能够 给出什么样一个 比较有趣一点的答案 因为基本很多的公园 其实大部分都是一些罐头邮局 那其实会希望说 能够再给多一点的新的东西 那 也可以给一些小朋友 或者是真正有需要的一些朋友 他能够有一个新的场所 能够去 动一下身体这样子 养工所这一场 共农室游戏场工作坊在金城举光公园旁边回廊举行 现场吸引不少关切共农室公园的民众报名参加 而另外公务处 社会处议员董森宝 金城志明代表等人也到场参加 共同关心这一项工程 去年历经了那个议政大楼的这个抗争 那终于把这块绿地还给了我们金城市区 包括我们前军门地区的民众 那新政府之前在这边的一个规划设计 是预计在这边兴建一个所谓的共农公园 这个厂商其实之前曾经在那个金城镇公所 召开一个说明会过 那今天的工作坊就是 其实主要是要吸收大家的意见 那据我们之前看到的简报 其实厂商的设计的规划的主题 是以军事的氛围为主题 那当然现场也有很多家长 去做一些反应跟一些意见看法 因为军事化的元素 普遍对小朋友来说是比较生硬 比较冷一点点 那当然也有一些趣味性的东西存在 譬如说看到碉堡这些元素 不过家长还是认为说 可能或许在地民众 就是说可能认为说 多一些包括金门的自然生态环境因素 譬如说像是后啦 水榻啦 鸟类啦 这方面的元素来 来融合在里面 我相信说这些比较有童趣的动物性的东西 可能对小朋友还会更有吸引力 而且也会让大家说 更想要来这个工农公园的话 来这边游玩游戏这样子 主办单位养工所表示 目前工农室游戏场一案已经发包 设计阶段分为二到三个月左右 设计前会办理两场的工作坊 之后就会邀请相关的专家学者 针对设计内容检讨审视 确定无误之后 预计希望在八月份开始施工 目标朝向年底完成建制 让大家有一个中大型场域可以使用 我们按这个案子因为秉持着 整个游戏场里面的一些设计的内容 能够符合大众的需求 不管是老中青 还是各年龄层的一些需求者 的一些需求 所以我们做所谓的一个设计的工作坊 就把整个一个未来游戏场里面 要有什么样的一个设施设备 能够在设计阶段充分反映在 整个一个设计内容里面 也是希望说在未来的游戏场的部分 能够把自己想玩的 想用的 需求上使用的 未来能够建设在这个场域里面 我们这个案子现在已经发报 那分为设计阶段跟施工阶段 那设计阶段大概是两到三个月 那今天是第一场的一个设计的工作坊 那议定在6月20号还会再举办第二场 那第二场举办完成之后 我们会邀请我们相关的一些专家 一些协者来针对我们一些设计的内容 做一些检讨 做一些审视 那确定没有问题之后 一定是希望在8月份能够来做工程的施工 那我们是希望说朝连底的 连底来完成整个建制 让大家各位相信能够有一个 比较中大型规模的一个场域来做使用 举光公园是京城城区仅存的绿地油气空间 假日有很多家长来玩 透过开放式工作坊的举办 让民众可以共同讨论 透过集思广义可以更符合大众需求 感谢观看